中国对台海的威胁也是一个 就是直接对日本有非常影响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呢 中日之间呢 这个随着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 双方的矛盾在继续扩大 而且这个军事上剑拔弩杖的状况呢 已经重现呈现了 石板明夫就事论事 点评天下 说三道四 今天呢 我想讲一下 中国军机为什么进入日本领空 8月26日上午 一架中国的侦察机 进入了日本九州长崎县附近的领空 从11点29分到11点31分 一共呢 在日本领空内呢 攀旋了两分钟左右 这件事情呢 造成了日本自卫队的高度紧张 进入了戒备状态 并向中国的军机呢 发出了警告 这是历史上呢 第一次日本确认到中国军机进入日本领空 这个可以视为这个挑衅行为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 这件事情呢 日本的防卫大臣穆春莲呢 他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呢 这不仅是对我国主权的严重侵害 还对呢 安全构成了威胁 完全无法接受 已经向中方提出了严正抗议 并要求防止再次发生 中国的外交部呢 就说这件事情呢 正在核实情况 中国无意侵犯他国领空 中国与日本正在通过既有的渠道保持沟通 比较有意思的是台湾的外交部 也发一个声明 说呢 严正谴责 并再次呼吁 中国回归理性自治 即刻停止一切破坏台海和平 身高区域紧张情势的行为 台湾作为负责任的印太地区成员 在积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同时呢 也将持续于包括日本在内的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 共同遏制这个威权主义的扩张与侵略 看来台湾呢 把这件事情呢 把它解释成是中国对整个台海的一种威胁的上升 对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呢 作为结果呢 可能中国经过调查之后呢 说这是一个人为的一个失误 但是说句老实话呢 特别是飞机呢 是进入对方的领空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不管任何国家的空军的飞行员呢 这个从他当飞行员第一天呢 就是说这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来受到的教育了 所以这个一般的很少是出现真正失误 进入领空的事情啊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我觉得呢 他可能有三个理由啦 我觉得第一个理由呢 他是试探 怎么叫试探呢 军机进入领空的话 按照国际法 就是说如果日本把这个飞机打下去的话 在国际法上 日本也是正确的 比如说在台湾 台湾的这个国防部的方针呢 就是说 只要对岸的航空器的实体 这个飞进这个台湾的领空 不管他是否有第一机 就直接击漏 这是台湾的方针啊 那在历史上比如像俄罗斯 对进入领空的这个外国的飞机 哪怕是民航机 也可以发动攻击的 是非常强硬的 但是日本呢 是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 对这件事情呢 是比较低调的 特别是啊 这个时期呢 是日本的岸田首相 已经宣布 不参加这个九月份的自民总裁选了 所以说呢 他就是等于说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辞职的 是一个看守内阁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中国军机进来 这个日本要不要把他击落 或者做出攻击呢 这是要日本手下来判断的事情 那么岸田现在已经 跛脚的状况之下呢 他不可能做出这么重大的 引起国际关注的 这个问题的判断 很可能他是 不做任何的 这个强硬措施的 所以说我想中国正好 算定了这一点 然后呢 他看看日本的防卫态势怎么样 日本的自卫队怎么做 日本的外交怎么做 是一种试探性的 比如说两年前 2022年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的佩洛西 这个中议院议长 访问台湾的时候呢 中国就做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这个时候发了11枚导弹 其中有5枚呢 落到了日本的这个专属经济水域 这个呢 后来日本的很多专家分析呢 也是中国在试探一下 日本的反应 因为就是对中国来说呢 如果台海发生这个 五一冲突的事呢 日本到底怎么做 这他需要不停的 收集各种的数据啊 所以当时呢 2022年那次 五枚导弹 飞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之后呢 只是日本的外务次官 打电话去抗议 所以中国觉得 这个日本的原来呢 反应的并不是很强烈 那么这一次呢 口头上反应很强烈 但是说中国呢 也就是通过这种试验呢 来掌握日本政府的反应程度 来做他整个的战略评估 我觉得是 就是有这么一个试探的意义了 然后第二个意义呢 其实我觉得是 对日本的一种恐吓行为了 日本呢 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 现在呢 大概有十几个人跳出来选举 有一些被称为鹰派 对中强鹰派的 比如说高士早苗啊 小鹰鹰之啊 这些人 是鹰派 那么还有一些呢 是被认为是比较亲中的 比如说像石破茂啊 像这个林芳正 或者是河野太阳这些人 那么中国呢 就是在这个愚昆上呢 就是说 警告日本人 就是说日本国民啊 就是不要卷入战争 我在军事上 对你进行一种挑衅 看看给你国民施加军事上压力 这个呢 前不久 今年五月的时候呢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 当时日本很多国会议员 去这个台湾 参加这个 比如说盖清德的就任仪式啊 比如说在台湾方面 表示一些侵台的态度 中国大使就说呢 如果日本将自己绑在 这个分裂中国的战车上 日本国民呢 将被带入火坑 说的非常强 这个后来引起了 这个日本是各界的强烈反弹了 所以说呢 中国就是对恐吓日本 在施压日本呢 是一贯的 我认为这次呢 中国军机进入日本的领空呢 也是对日本国民一种施压 就是说希望日本国民呢 能够震慑住 在这个对中国对台湾问题上呢 呃表态呢 就是不是那么强硬 呃 那么第三个呢 我认为是有报复的 呃 这个嫌疑了 就是其实今年七月的时候呢 在中国的浙江外海上呢 一艘日本的护卫舰呢 在监视中国的军演的时候呢 他进入了中国的领海 当时这个事情呢 就是当时中国政府也进行了 这个强烈的抗议了 这个当然说这个 在国际常识上 这个军舰进入这个他国的领海 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 但是比军机的威胁要小的小很多嘛 因为这个军舰能够直接攻击到这个对方 城市的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距离 不像这个飞机的话 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 就是直接对这个地面进行攻击嘛 当然说这个日本政府也是后来说 这是也是技术上的失误 但是中国一定不会这么认为嘛 在中国呢 一定要作为你是这个军舰进来 那我要飞机进去 要表示一个这个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这个报复心态了 我觉得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最近的意大利的这个航空母舰啊 进入日本的这个 神奈川的横须贺军港 要和日本进行这个军事演习 而且要说是捍卫什么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等等 其实中国呢 对日本最近和北约越走越近这件事情呢 其实中国也是非常不满的了 就是等于中国最近 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近嘛 那么这方面呢 也是向日本施压 表示抗议 表示报复 这么一种行为了 那么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日中之间呢 从1970年代末 到2010年左右呢 基本上属于是个蜜月期啦 就是其实双方的 互相的威胁都不是很大嘛 日本有这个和平宪法 那么中国呢 当时呢 是邓小平 胡锦涛 江泽民时代 就基本上在国际上呢 也是采取这个韬光养晦的一个政策嘛 双方互相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威胁 所以中日的关系呢 相对这个 在军事上剑拔弄章的事情是完全没有的 但是最近呢 日本在开始这个 要修改宪法 要重新的这个 在回归政治大国的动向 越来越明显 那么中国习近平的 对外扩张呢 也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双方都构成了 这个很大的威胁 特别是呢 这个进入新冷战的时候呢 中国对台海的威胁 也是一个 就是直接对日本有非常影响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说呢 中日之间呢 这个 随着这种 国际形势变化 双方的矛盾 在继续扩大 而且这个 军事上 剑拔弄章的状况呢 已经充现成现了 怎样呢 能够 就是说维持和平 把战争的可能性压到最低呢 其实我认为是今后呢 中日双方的领导人的 一个非常 要这个关切的事情啊 也就是要靠 要靠双方的这个努力 以达成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